这是我在德国学习视觉传达的学校 布伦瑞克美院 因为疫情在德国还没有过去 所以现在学校实行三级政策 就是要么已经打过疫苗了 要么是痊愈的了 要么是快速检测后成阴性的学生 才可以激活校卡 然后刷卡进入学校 有老师在我们的展厅设置了临时办公室 专门帮学生激活校卡 今天来找工作室的老师 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我的书打印出来之后 它两个快验的画面对不及 就是让我感觉很个隐 那老师给我的意见是 先把InDesign里排版好的内容 导出为PDF格式 这个时候页面还是正常的顺序 是可以阅读的 但是现装书 尤其是页数很多的书 是分成若干个小册子打印的 打印好 再把它们装定在一起 装定好之后 你翻看的时候是正常的顺序 就和前面PDF文件展示的内容是一样的 但是把它拆开到每一张的内容就不是按顺序的了 得看你一本书分多少色装定 通过一个软件把PDF文件重新按装定的需要排版 现在看起来就不是可运读的顺序了 然后把这个PDF文件重新导入InDesign 先打印两页看看可以怎么调整 放到灯箱上就可以看到 正面和背面的中线是对不起的 有大概两毫米的偏差 那就要把InDesign里偶数页的内容 也就是打印的背面 都向左一两毫米 这样打印出来以后 跨页的画面基本就能对齐 今天先给妙老师也就是我老公把番茄牛肉炖上 番茄的皮我喜欢拿开水烫一烫 然后剥掉 牛肉就是那种切成大户片在超市卖的牛腿肉 骨髓挤出来熬油 牛肉就随意的切成块 牛骨髓切成片 待会儿更快熬出油 洋葱和牛肉是绝配 不管怎么做牛肉我都会去放洋葱 牛肉还是先焯水 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觉得德国这边的肉吃起来比国内的要新 所以炖肉的话我一定会先焯水 可以把腥味去掉一些 把牛肉上的血沫也好好洗洗 番茄可以剁来几个 这里我用了三个 确实可能给大家带来的幸福 但我们也希望你保有你自己的那个天地 去皮去地切成小块 你觉得你能找到下一个吗 太容易找到 然后平静地去面对这个 把牛骨髓熬出油之后 先把洋葱炒香 然后下入番茄翻炒 下焯好的牛肉 在牛肉煮的时候准备一些口馍 口馍冻煮过会缩手厉害 所以不用切小粒对半切就行 小粒一点的就干脆不切 把口馍加到牛肉里翻拌几下 盖上锅盖炖煮25分钟 这是妙老师拍的 牛肉应该再收个汁 让汤汁更浓稠 不过他等不及就吃了 把牛肉炖上之后 我就坐车来学校 看月亮还在 昨天把板式问题解决了之后 今天就批量打印 把需要打印的资料传到校卡里 当然校卡还得冲上前 然后点击打印资料 就开始打印了 学校里打印A3彩色是0.25一页 大概人民币1块6一页吧 贵肯定是贵的 但比起学校外的打印点 还是便宜多了 书132页 每一张纸打印4页 打印完一本书要20分钟左右 把每一张沿着中线对折 然后用一个折纸的工具 德语叫Files by 中文我不知道叫啥 把纸的折痕给压瓷实了 再把每三张纸折完后装成册 当然也可以选择用手指压了 如果不怕手指吐露皮的话 今天折了132张纸 就花了两小时吧 我会给你